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屏幕前的各位网友朋友们 在未来每周的同一时间段 我会和各位老师一起 在金牌夜线的直播间 一同来接听大家 打来的三通倾诉电话 如果在屏幕前的您 也有跟我们想要去分享 或者是倾诉的念头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的工作人员 会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 我们也争取能够成为您的听众 心情好 心情坏 说出来才更畅快 好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 今天的第一通电话 喂 你好 这里是金牌夜线 好的 现在帮你把电话记录 请稍等 喂 你好 这里是金牌夜线 我是主持人塞纳 请问怎么称呼您呢 喂 你好 我姓盛 盛开盛 今天打电话过来 是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倾诉的吗 是这样的 我前段时间刚分手 是我大学同学 但是我是本科生 他是专科生 就是我觉得他不太上进 他专身本也没考上 然后我就分手了 分手之后 就是我的电脑在他那儿 他就不把电脑还给我 他具体哪里 让你感受到他不上进呢 专身本的是 本来是一切都挺正常的 就是他也在学习嘛 然后等成绩出来了 我才知道原来他不是没考上 是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去考试 他好像之前学校有挂科 挂科了之后就严毙了 但是这个事情一直都没有告诉我 他考试的时候我还一直很紧张 结果他一点没打算把这个事情告诉我 可能想拖 拖到实在没办法了 才告诉我这个事情 很喜欢骗我 我这个听起来有点生气 我还得帮你操着这份心呢 原来你挂科挂的都严毙了 你还考什么专身本是不是 当时我心软了我也没有分手 最多我就是心里有点心寒 因为我们以后可能发展不一样 然后快开学那段时间 他就天天玩打游戏什么的 就是一点未来的规划也没有 出去工作什么的 也推三组四的 反正就是很不上进 我就实在受不了了 我就跟他提了分手 当时你跟他提起分手的时候 对方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他可能觉得我嫌弃他 没钱就是什么的 我说我如果嫌弃你什么的 我当初一开始就不会和你在一起 分手之后 结果他现在 就是我的电脑在他那 然后他就失踪了 不把电脑还给我 分手的时候 为什么电脑会在他那呢 因为之前我把电脑借给他用 然后他回家就把电脑带回去了 这个暑假嘛 我们就分手了 我就叫他把电脑还给我 他刚开始说 寄快递给我寄了 一直说寄 结果到最后 我问他要单号的时候 他就直接失踪了 我真的很无语 就是我每天能看到他 在玩手机 但是他就是不回我消息 我就问他为什么 他说他觉得 如果把电脑还给我了 我就不会再跟他联系了 我就不会再找他了 就好像我有个东西在他那里 我就会一直跟他保持联系 所以其实他分手的时候 应该是心不甘情愿的 他跟我提过 就是等他有好生活了 再回来找我 让我等他什么之类的 他真还帅 他难打得挺想 好的好的 你现在有哪些想法和困惑吗 我就是想把电脑拿回来 在你这儿有没有他的东西 我都还给他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场的各位老师们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 想要提问的内容呢 你好 小顺同学 我想问一下 你跟男友之前在相识过程中 有一些科办吗 或者是争吵什么 有 我们之前存钱 我就是一发生活费 我就把钱放在他那 日常开销 就是用他的生活费 存的钱我们就是 一用或者是出去玩什么的 然后有一次 我就说把钱拿出来 我们一起去哪里玩什么的 结果他才告诉我 他已经把里面的钱用过了 他说他父母 那个月没给他生活费 就把这个钱拿出来用掉了 然后我问的时候已经没有了 我当时非常生气 我瞎头 明白了 小顺同学 你再买一台电脑 经济压力会很大吗 家里的话可以 但是我不太想让家里人 就是我自己的话就有点困难去生 小顺同学 你要知道你还年轻 要学会及时止损 不要因为几千块钱电脑的事情 跟这个男孩子纠缠不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把他所有的联系方式拉黑 既然分手了 全部拉黑 我现在已经拉黑了 全部拉黑 然后跟他断绝任何联系 不要让他找到你 第三个问题就是 在你的描述过程当中 他是一个会经常去骗你的 对 他明明没有那么上进 但是呢 他会把他不上进 然后造成分手这个局面 或者吵架这个局面的时候呢 他把那个道德压力转嫁给你 说你什么贤贫爱富 是吧 说你是看不起他 怎么怎么样 所以这样的人 有PUA的嫌疑 我个人认为 所以远离他 远离这样的人 我建议你 你在今后选择伴侣的时候 一定要擦亮眼睛 什么呢 就是如果这个人 连钱都舍不得给你花 你要小心 第二个 如果这个人特别舍得给你花钱 你也要小心 我建议你 等你的价值观成熟了 稳定了 走上社会 两年了 三年了 你再考虑到谈婚论嫁的问题 你就当这电脑没了 然后跟他所有的联系 全部切断 及时止损 来 小生同学 你好你好 第一点想跟你说的是 要想提升生活品质的一个 非常简单的小手段 就是定期扔东西 两个层意思 一个是 比如说你家里边 一些很久不用的老物件 重点是个第二层吧 轻掉 把空间留给更好的 更新的 能够帮到你的东西 我好像从来都没有 就是会 就是我还挺练就 就是小时候的东西 我都不会 如果你放那儿的话 它就会一直占用你的资源 和你的精神 对对对对 那第二层就是 对于这段关系 可以给它处理掉 庆幸的是 你用这样的一个 笔记本电脑 就已经彻底看清了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 这样的话 以后你能够更加的擦亮眼睛了 也是个好事 买一个教训 对买一个教训 但是你这口气得出 对不对 对吧 你这口气怎么出 那我觉得吧 要不就发个短信 措辞不用那么激烈 就是把你的真实的感受 对他的批评 得说出来 让他知道 你这口气要出去 最后就是 祝你一切都好 祝你以后会有更多的 爱你的人 和值得被你爱的人 谢谢 小盛啊 刚刚是一个哥哥 和一个姐姐 给了你一些建议 现在是一个叔叔 给你一点建议 好 叔叔来 首先是这样的 如果我在想 如果这是我女儿 我就恨不得走过去 对那个男孩子 抽她两把 我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呢 同时这件事情 看上去是我们受了损失 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 它也增加了你的一次人生阅历 让你对生活 对人性 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所以它未必就是一件坏事 不要因此对爱情失去信心 我们今天只是在 追求爱情的这个过程中 遇到了一个不值得爱的人 但不代表这个世界的爱情 都是这样的 三位老师的建议 我觉得都很温和 我觉得好温暖呢 这个场景 然后我们现场呢 有一棵很漂亮的许愿树 你觉得哪位老师 确实是说到你心坎去了 那位老师帮你写下许愿牌 然后挂在许愿树上 我比较感动 就是中间那个老师 这是哪个老师 这是让你出出气的那个 小韩老师韩俊 好 你有什么小心愿 好嘞 希望我考研成功 好的 特别好 谢谢 你写上考研成功 必过必过 小盛同学 那我们就不多说了 祝你禅功折柜 好不好 好的 再见 谢谢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刚才大家有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都是讲到这个年轻的女孩 男孩 恋爱 分手 然后里面呢还有一些关于物品礼物的赠送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一个快问快答的环节 就是我们来提几个问题啊 然后大家呢不要去深度思考 我们以第一想法作为你的答案 来 我们进入到第一题 请问分手后 前任向你讨要恋爱期间 他的转账 你会怎么办 A 会拒绝他 B 还给他 C 前情侣明算账啊 你会选择什么呢 看一下韩俊的欧选A 我们在谈恋爱期间的一些消费 一些转账 其实都是那股爱意和对对方的信任嘛 你钱都花了 我也花了 你也花了 那还转给你干嘛呢 爱情是买来的吗 还是这么说 这是装生意吗 明白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陈刚老师 B 还给他 懒得跟他扯 快点离我远 就拉倒吧 我通透了 来 律师 王琼也选择的是B 不要有过多的九转 这个没有人选C吗 如果是我我就会选C 好 我们来看下一题 分手之后 你会怎么处理前任送给你的礼物呢 A 还给他 B 清理掉 C 继续使用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选择 C 感情结束归结束 我一直是人跟物品分得很清楚的 而且我确实有这么做的 好嘞 明白了 好 韩俊 选B 不能够给自己流有后患 斩草要除根 万一被下一任发现那些蛛丝马 现在就很啰嗦 明白了 好 陈刚老师 A和C 该还给他的该就还给他 能继续用的就继续用 干嘛要跟东西较劲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 恋爱期间 他要送你贵重的礼物 你会怎么做 A 欣然接受 B 委婉拒绝 C 收下并且回赠 价值相当的礼品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 C 有人送你贵的东西 干嘛不要啊 如果我能够 对 反规嘛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 如果是我谈料 我送给我伴侣 很贵重的东西 我希望他很开心地去接受 好 这个陈刚老师 选A 是不是 我为什么会选 新兰接受 就是因为我到现在为止 从来没有接受过 给我的 我多渴望能得到 都是我送出去 明白了 明白了 来 韩俊 选择C 收到一份贵重礼物 是非常开心的 第二也是对我一种 鞭策跟激励 他送了我了 我得回礼吧 我就好好赚钱 好好宠他了 刚才呢 我有看到 有网友在问 说到底怎么样 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方式 跟嘉宾一起来连线 聊聊自己的心事 大家可以记录一下 我们的24小时节目热线 0791 8834 0791 我们接下来接听 下面一通电话 你好 这里是金牌夜线 我是主持人塞纳 请问怎么称呼您呢 老师好 我姓曾 您今天要跟我们聊一聊 什么事呢 是有一点困惑 就是我生了女儿之后 她就是直接跟我翻脸了 就是中男轻女 思想特别严重 这个事情困惑了我十几年 我就是想知道 我跟我老公之间 究竟是她有点问题 还是说是我的问题 是这样的 我们是2009年结的婚 然后她的话是二婚 我是一婚 结婚之前她隐瞒了她的婚史 还有她的孩子 我不清楚 那前面她前妻的孩子是 女儿 也是女儿 所以她希望你生一个儿子 对 她有跟你明确表达过 说你看都是你 她没有明确说出来 但是她直接就不管我了 我还在坐月子 她就不管了 每天喝酒到一点两点回家 连续半个月 后面我就知道了嘛 因为孩子她从来不管 孩子哭闹 她被子一蒙头 直接骂我 我要上班 孩子你自己搞 要不是都不会换的 长到一岁多 从来不管 纠扯了这么长时间 你们的这个状态 感情状态一直是这样的吗 一直就不好 但是我就是想想 婷婷就过来了 等孩子一岁多两岁 她就逼迫我上班 她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女人不上班 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因为我以前上班 工资挺高的 就是逼迫我 让我去上班嘛 后来我没办法 把孩子送到了 我自己的妈妈家 照顾我去上班了 在这个上班期间的话 基本上是相安无事的 就是我们是一地 她在宁波上班 我在宁波的另外一个 县级市上班 周末回来一次 平时不见面 也没什么经济牵扯 没有什么经济牵扯 是什么意思 她的钱在她手上 我的钱在我手上 我就是不靠她嘛 所以说也没有什么矛盾 孩子我付 孩子的生活费 都是我付的 那这个你丈夫 是没有承担 抚养孩子的责任 的是这意思吗 对 她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段钱已经足够了 不用给我钱 那你有考虑过说 要不要跟她分开 就是你只要跟她提离婚 她就用那种 最恶毒的那种语言 来攻击你 在吵架最厉害的一次 她直接就跟我说了 她说我当初找你 就是因为你年轻 就是因为你能生孩子 你还能赚钱 所以我才找的你 她说 我这辈子就是想要个儿子 我怎么怎么样 这个话 她也真的很恶毒 很残忍 当然了 我自己挺过来了 我自己做了生意 我现在经济上稍微好一点了 孩子待在身边了 她现在就是说我挣的钱 有她一半 要让我的钱给她 因为我跟她提离婚了 她不离 就是这种情况 我上个月 我从她手机里找到了 她前妻的电话 我给她前妻打了电话 问她们为什么离婚 她前妻告诉我的理由 跟我一模一样 她也是用同样的方式 对待她 天哪 那你现在的困扰是什么呢 我现在的困扰就是 她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人 我是这么一心一意的 跟她过日子 我没有想着怎么样 她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我们来问一下 现场我们三位倾听嘉宾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补充一下的 曾女士您好 你好你好 就是一个问题 到时候您怎么看上她的呀 我告诉你老师是这样的 因为我自己是高中毕业 我老公当时她是本科毕业 然后她是公司的高管 当时的言谈举止还是可以 我就觉得最起码说 这样的人素质还可以 但是女儿生好之后 她就暴露无遗了 我就一个问题 您说 孩子跟她的感情深不深 不深 基本上没有 就是名义上的父亲了 孩子也不会对父亲 父爱有什么表现出的渴望啊 怎么样的 现在的情况就是 周日她回来 接回去吃顿饭 完事了 周一就送到我这里了 好的 那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场的几位嘉宾 有哪些实操性的建议 曾女士您好 我现在非常诚恳的建议您 选择诉讼离婚的方式 老师是这样的 我本来就是要跟她离婚 她不理 她还要威胁我 因为我现在做生意了 我自己慢慢的 经济是稍微好一点 她说 我要查你的账 我要分你的钱 就这样的 但是我现在跟你讲的 就是你不要怕 如果她敢威胁你 或者是说对你有任何的动作 干扰你做生意也好 威胁你的人生安全也好 立马报警 这些报警记录 一定会给你今后的离婚 形成一个有利的证据 这是第一个 我超过一次 只要她敢伤害你 你就报警 不要怕 现在法治社会 第二个问题就是 说实话 你生意越做越好 你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好 那么她会越来越不甘心 所以你尽早地收手 尽早地跟她结束这段婚姻关系 她家又没有皇位要继承 对吧 而且我相信孩子也是很懂事的 让你想想看 这个父亲对孩子来讲 有跟没有 我觉得没有很大的区别 没有很大的意义 而且在这个父亲这里 经常现在还会受到羞辱 这个对孩子的成长来讲 也是非常不健康的 所以我建议你诉讼 你会在当地找专业的律师 提起诉讼 提起诉讼之后呢 所有的事情 进入到司法程序以后 不管他怎么羞辱 怎么骂你 你把政治固定好 必要的时候出现任何 人身紧迫的威胁的时候 立马报警 我相信 他这个人 能够说出这种话来 他当不出来就是 所以你不要怕 他不会有 什么大的行动 好的 谢谢 谢谢老师 曾女士您好 你好 韩老师 刚才王律师的建议 您是一定要记好了 并且要开始去实施了 那在法律上 我帮不到您什么 我只能帮您住住气 就我的分析啊 您一开始打电话过来 第一句话是 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 还是老公的问题 您能想这个问题 那其实你也没有问题的 千万不要这么想 这种事您放哪儿 都是他的问题 您说他这个学历 本科 很欣赏他这方面 我跟你说 这个学历 学位的高低 跟一个人的教养 品性 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还有一个老师 你不知道 我从他认识他到现在 他赚的钱 从来没超过我 而且我现在赚的 比他多好几倍 你越比他多 他越恨你 他越辱骂你 越打压你 赶紧离开 嫉妒 仇恨 对自己身边的老婆 都会这样 所以说您孩子的教育 幸福的家庭 靠您以后的 您的努力 还有您妈妈也很伟大 靠你们这一家子 好好的去支愣起来 好好的去培养起来 而且您要相信 我是相信好人会有好报的 是 您只要坚持您的这份善良 我觉得一定会有 很好的一个未来的发展 谢谢您老师 我今天听了你们的话 我感觉我 我终于明白了 我自己是没有错的 没有没有 我每次提起来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 我的人生很失败 甚至我都不想活了 知道吧 首先一点 其实刚刚两个老师呢 他们的观点和方向 我大部分都是赞同的 但是我有稍微有一点点 不一样的思考的点 交给你 如果您的爱人 完完全全 就是按照您描述的 这个样子 那这种男人 当然是越远离越好 但是呢 这里面有没有一些 是你自己的一个解读 导致你陷进了一些 悲观情绪里面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孩子一两岁了 他要我上班 他觉得你这种人 不去上班赚钱可惜了 这一件事情 其实让你是 也是挺委屈挺难受的嘛 是这样的吧 我认为这件事情 他的行为和做法 也许他的表达方式上有问题 但不代表他这种思维 就一定是错的 正常情况下 孩子一两岁了 已经过了普鲁期了 很多家庭的母亲 也的的确确 也选择了出去上班 就在这件事情上 不能因此就把他是一个坏人 来画上一个等号 我刚刚说了这么多 不是要为他开脱 我的目的是 真的要走得离的那一步 至少我们不要让自己带着十足的一种伤害感 一种被害者心理 来离开这段回忆 你们现在两个人的位置已经反过来了 你知道吗 他现在所有体现出来的对你的攻击 都来自于他在你面前的一种不自信 所以当我们这个时候 真正的意识到自己现在是一个强者的时候 第一我们坚决的朝着我们接下来要走的人生方向 去规划好自己的人生 规划好孩子的人生 你不用担心 他是真的会去如何如何 越没有底气 他才会这样去威胁 有底气的人是不会去威胁 好听了大家的这个观点之后 你有觉得哪一位老师说到您心坎去了 哪位老师给您的建议呢 是比较具有实操性的呢 我觉得几位老师说的在我内心来讲 我都特别认同 因为是这样的 我们现场有一棵许愿树 我们让王琼律师帮您写下许愿牌 好不好 好 您有哪些愿望吗 我的愿望就是我希望今年能跟他离婚 就是说大家和平分手 对对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跟您多聊了 我还有一个愿望 我希望我跟我老公离婚之后 我哪天去你们节目组 然后去当面感谢大家 这个真的是觉得很感动 确实就是我们 我们也希望能够就是帮到大家 或者至少我们能帮助您把这个心里话说出来 至少心里痛快痛快 是不是 因为你们跟我讲了 我心里感觉我很踏实 思路上你一下就清楚了 好好好 谢谢曾女士的电话 那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好 谢谢您的电话 再见 刚才曾女士有在这个电话当中跟我们去聊到她跟她丈夫这么多年来的纠纯 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呀 是不是 这心里面多难受啊 这得 而且我觉得一点刚刚成刚老师讲的特别好 说要反思 但实际上第一个 处在这样的环境下的话 很少有人有这种反思的能力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我发现就是她老公说的那些话 她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解读 你说是为这个家庭也好 或者说就是想让你出去赚钱也好 解读不出爱 我觉得这个是对她的伴侣来讲最大的一种伤害 对 对不对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种婚姻关系的时候 就是先跳出来 先解决掉 把这个婚姻关系斩掉之后 再来看自己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个会更好 这个咱们不是话赶话聊到这了 对不对 而且刚好她有这个机会说跟咱们一起来聊聊天 如果你有哪些想要跟我们分享 或者是倾诉的话 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联系 接下来我们接通今天的第三通电话 喂你好 你好 这里是金牌夜线 我是主持人塞纳 请问怎么称呼您呢 欧阳 欧阳先生 您是现在有什么困惑想要跟我们分享吗 就是我自己想去做一些公益 助人为乐也好 帮助需要帮助人这样的事也好 那很好啊 因为做这个事的话呢 是要牵涉到自己要做出奉献对吧 肯定要牵涉到一些经济方面的奉献对不对 我老婆呢 很反感这个事 他的思想呢 也可以说是自私 也可以说是想的比较多吧 非常不自私我去做一些这样的事 很想提高他的这个思想境界 是什么事情萌生了您想要去做公益这件事情呢 我很小的时候 我初中嘛 有一个以文老师 这个老师对我的影响是非常的大 他在课上讲了一句话 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嘛 这句话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影响到我 在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 总有一种思想是为国家做贡献或者说 为社会做有意义的事情 现在普遍的年轻人比如说青少年 没有为国家做奉献这种事情 没有理想 那您是觉得现在年轻人他把重点放在哪了呀 钱呢 赚钱呢 哦 家子里面我都了解得很清楚 中学的小学的高中高的都有 我都不了解一下 我说你们现在读书长大以后怎么去干什么 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出 哎呀我要为社会做贡献 学习这个英雄能够这样的思想 没有这个理想 没有理想 明白了 欧阳先生您有想过说您做公益是做哪些方面吗 我曾经有一个这个想法 我想我成立一个可以目击到钱这样一个组织 然后呢我来办一个 可以姓办也好 请老师来可以讲快的老师 来跟他们讲 免费的 爱国主义教育 对 投入大概多少钱呢 这个大的小的就可以 假如我知道十个人我也可以 对 我只有一间房子我知道十个人可以 那您有没有跟您的爱人讨论过 比如说你看我就弄一个小教室 然后呢就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那应该投入没有太多的吧 就是甚至都会离婚 肯定 有这么严重啊 哎呀 你跟他说我做一些这个事件 他听了这个时候他就反感 别说跟我说这个 我听了我就头痛 他说你说一些帮助 你帮助我吧 那你目前你想让大家给您哪些方面的建议呢 就是你给我一些建议 以后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 就是我是想把这个事情试试下去 获取一些方法 看看怎么样去跟爱人沟通 然后能把这事给弄成了 把他的时间嘴边慢慢慢慢离开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各位嘉宾朋友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追问的问题 我问您一个问题 你老婆喜欢什么 他没有什么好 您跟他有经常两个人出去玩吗 这个可以玩 有时间就会有 有时间你会尽量地去陪他 对 好 我没有问题了 欧阳老师 您可以教我小韩 您说您的课 可以有效地改变年轻人 他们追逐名利这样的一种感觉 您能够分享一两个观点给我听一下吗 就是教教我 我想的是不是真的成年了 而是比较很小的 十岁下的 那我那个时候也是想赚钱 因为到了成年了 你没办法改变他的成年了 就是到了韩娟这个年龄就被救了 对于你来说 那您能告诉我 您对这些孩子们 您有一两个观点 可以给我听一下吗 不是我对他们说 我想请老师来对他们说 我出钱 好 明白了 那您觉得您开了班 您觉得这个班能成功吗 就是好多人说不会成功 你自己觉得会成功吗 我自己觉得会成功 能够使这个小孩 起码不会走便宜吧 可能我也要泼您个冷水 我个人觉得您这个公益项目呢 是很难成功的 对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参与过公益项目 公益组织 甚至这个协会的成立 第一个 你要解决你的资金来源 首先你得有一个基金会 你只有有基金会 你才有资格向社会募集资金 否则可能涉及非法集资 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接过了 我接过了 你应该问得到 第二个 设立基金会是非常非常难的 目前我可以这样跟你讲 在江西省内 有募集资金的社会组织 非常非常少 很难成立 因为这个要民政部门来批 对对对 首先你资金问题很难解决 你不可能通过 自己家庭的一点点支出 你要知道现在老师一节课 也很贵啊 你要请他们来讲 对吧 然后还有场地 还有租金 还有日常的管理 这一点你首先就很难运行 这是第一个资金的问题 第二个项目管理运营的问题 因为你现在年纪 应该退休了嘛 退休应该满来60岁 对吧 你有没有那么多精力 来组织运营管理 你的工艺项目 那么你必须要招受专业的 像社工啊 协会的这个专业的秘书啊 等等之类的 这又是一笔支出 然后怎么招人 怎么招这种专业的人 所以这是人员和组织架构的问题 你有没有这个精力 是吧 其实工艺 你有这项热水 我觉得我还是很感动啊 但是工艺的执行 是非常非常细致 而且非常专业的 做工艺的方式有很多种 如果您真的很想 为社会做贡献的 实际上你可以看一下 你们当地有什么这种工艺组织 你先加入他们 看一下他们怎么运行的 然后慢慢的你理解了 理解了这个行业之后 你再来看 是不是找到一个 适合你自己 想做的这个工艺的方向 这是我给您的建议啊 好 欧阳先生 您好 您想为大家造福 特别特别的好 您现在可能觉得很多孩子 甚至90%的孩子 都是不懂事的 其实不然 我们身边也有很多 很听话 很懂事的孩子 他们的家长 也在给他们很好的教育 我们的社会环境 风气 教育 都是和风细雨的一种感化 并不是像您所说的 这样雷厉风行的这种训话 同时我也告诉您 在年轻人的心中 他们在路上 做到街坊了以后 请问您毕业以后要做什么 我也不会说我要报校 我要满腔热血 这些话都是放心里的 但不代表我不会去做 因为说的话太矫情了 我们这些年轻人 依然会去献血 依然会去做志愿者 会保护环境 未卑 未敢忘忧国的呀 我的理解 跟你的理解有差别 是您看 你理解我错了 说明明这个东西 确实没有让我理解到 比如说小孩子 五六岁的孩子 你拿着有什么好吃的 你怎么会先给父母吃 先给姐姐吃 这样的小事做 比如说五六岁 我做了怎么就参见了打仗 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您没有必要去干预 别的孩子的发展 我小孩子我有天性的呀 我就五六岁 我自都不认识 说话可能都不会说 您要说一定要先孝敬 这个怎么没了 怎么不可以有这样的事 这些小事 用不着您来教 也用不着您 花这么大价钱去教 那我不跟你交流了 那我不跟你交流 你的思想 还没达到我这个水平 思想这个水平有参差 来我们看一下 问一下陈刚老师 看看您对这个欧阳先生的困惑 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欧阳老师 对对 我非常支持您 有这种公益心 首先您不要误会 我们在场所有的人 都并没有否定掉 您做公益的这颗心 我就是很担心 您的这种做法 是不是真的能起到一定的效果 我们会不会陷入一定的教条化的东西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因为我们做调解出身的 那些在一起离婚吵架的夫妻 他们有谁不知道夫妻之间应该包容 可是他们为什么做不到 不不不 有些理解不到 不 夫妻之间要包容这个最基本的理念 绝大部分夫妻都知道 我们可能要教会世人的 不是让他们懂某一个道理 因为道理从五千年前 老祖宗一直流传到今天 我们从小到大也一直有接受相应的教育 但是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 没有出现我们这样理想的一个状况 可能不仅仅是用我们的这样的一种 道德上的一种简单的灌输 能够达到目的 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全社会的所有的人 慢慢地言传身教来影响孩子 所以我个人是这样的一个建议 善事没有大小 爱人不同意对吧 不同意我花钱 那我就做一些不花钱的善事起 我先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看看身边 我把自己的孩子先放过来 来教一教看看让自己的孩子 在品德上面 在言谈举止上面是不是有提高 然后呢 可能一步一个脚印 慢慢地来把它完成 好的 这样 所以这个小的 好的 你说出来我说的话 好的好的 欧阳先生 我们有一棵很漂亮的许愿树 然后我们这样 我觉得您跟这个陈刚老师谈的 还是比较契合的 我们让陈刚老师呢 给您写下一个许愿牌 挂在这个许愿树上 您看这样行吗 您有哪些愿望呢 许愿树在哪里 在我们旁边 在我们直播间里面 好不好 可以可以 好嘞 您有哪些愿望呢 我的愿望就是希望祖父的花朵 能够健康着丈的成长 少年强则国强 对对 那我就写少年强则国强 可以 因为时间的关系 咱们就不多聊了 好不好 谢谢 好嘞 谢谢您的电话 再见 好 再见 好 再见 很多人的思想境界达不到的 对不对 但是好像有一点 为什么每一代人都觉得 现在的年轻人 好像不如我们那一代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对 就像刚才 这个韩俊 在跟这老先生交流的时候 因为打断了嘛 我就想听一下 你当时其实是怎么想的 确实代沟是存在的 而且不是无法逾越吧 至少看不到那一边 从他整个的表达当中 你可以看 他的口号式的东西太多了 你让他去具象 你要怎么去教育 他没有执行 所以他就是一个单一的 思维的线条 就是有一点点负面的东西 就是这个年轻人不行吧 社会风行太快了 我也不知道我们年轻人 到底多岁了谁 谁都想来教育一下我们 我们也很无辜 对对 我们这个也需要大家理解 他没有办法理解 没有办法理解到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 什么叫什么 就是有些人他可以伪大 但有些人他可以平庸 你首先你要过好自己 对 所以呢就是也欢迎大家 来跟我们讨论一下 您觉得这个观点 是什么样的 另外呢 如果大家也想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或者你有想倾诉的内容 也可以报答我们 24小时 节目热线0791 88340791 让倾听有价值 让倾诉有归诉 今天节目到这儿 就告一个段落了 感谢大家的陪伴 和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